大家好,我們又見面了 你一見我就發了 我日有時間,剛才傅庸替風水 看完了,管治回來 回到來,我就快快 拿你們點燈的名字 因為現在第四批燈來了 我就要開始幫你們做加持 吹谷,還有重驚 甚至還有幫你們迴向 最重要我有迴向給你們 希望你們做事容易賺到食 工作方面就順利利 生意方面就賺多點錢 這件事就很重要 最重要是朋友要多,貴人要多 名字全部都放在寶 大大本很厚 去不止一本,有很多本在書 這就是我的職責 就算我出國也好 這幾本書我都是大出國的 我避免不了 為甚麼呢 因為我答應了大家 我要做這個加持吹谷 給你們大家 如果你們好,我會更好 所以你更好,我會更好 我們大家一家炒菜 三家鄉,大家好 最重要就是幫到你們 是吧 先走一步 說起來又說 近來在二部 我聽到很多粉絲說 有一個自認是我的師姐 這個人在無衷著 她是我的師姐 我呼籲各位粉絲們 大家要留意 這個女人 她是在二部 她四位跟別人說 她是我的師姐 她又不說是我師母 她又不跟我說 是太上老君的老婆 你說我們搞笑 因為太上老君是沒有結婚的 她說她是我的師姐 已經很多人受騙了 因為一直來 在我的視頻裏 我都有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沒有師父 我的師父是太上老君 我沒有人的師父 師兄、師姐、師弟、師妹 同門師弟、師兄那些是沒有的 你明白嗎 我也是舒蘭俄 和吉林波太上老君的主席 所以我想讓大家知道 千萬不要被那些人騙你們 如果你們遇上去達我的名字 說我是師弟來講 那你快去報警 你明白嗎 所以說因為我的名字很容 為甚麼呢 因為我幫了很多人 很多人的成就 有很多人見到的 所以我們都不需要在群組裡 甚麼介紹 現在我沒有說介紹 那些人用得好 就給他們用 好像貴人符 每個人都用得不錯 你們繼續用 你明白嗎 用在哪裏呢 醫病的方面都幫助到 人際的方面 人緣的方面 貴人的方面 人脈的方面都幫助到 讀書的方面都幫助到 那麼醫病呢 有些腳 傷難 那些難了那些 那些肉梅肉 難卡那些 也有很多 即如說 那些人 他本身有煩惱那些事 去掃助 去見效 好的機會 最少有八九成 甚至會有一些 一百巴仙好助的 那麼這些事 一直在我們的 我們分支團的群組裡 都很多人有分享到這些 有很多人 你都知道 馬來西亞人 最喜歡的就是賭 雖然我不鼓勵你們 顧吹你們賭錢 但是呢 每個人都是求橫財的 這件事是避免不了 我們呢 即是說 即是說 我控制不了別人的 那麼外面呢 很多師傅呢 都是 即是說 一味給橫財你們做 很多人都是這樣做 那麼我呢 我開心 那麼我就給你們做 是 每次我給你們做 機會是八九成 甚至是一百巴仙 你們都會拿到 我給你們的橫財 那麼今天呢 我給你們的橫財來說 是很重要的 怎麼說呢 今天呢 我想和大家去分享 就是講 有哪一個生肖裡面呢 在今年五月份裡面 有橫財 很重要的 而且呢 做什麼都好 順順利利 這件事呢 大家是不是很想知道 自己本身 是不是有這麼的行運 選中 你的屬相 所以說呢 說回戰後 你們要記得 這個女人呢 就已經在招搖撞騙 在二部一帶 你們小心 不要上拆船 因為市面上 很多人都利用我的名字 有些人不知道 就以為真的是我的師姐 有時候看風水是我本人親自幫你看的 我沒有委託任何人 你明白嗎 還有有些人來用我的名字 替你借錢 你要小心 我不替你借錢的 我不需要替你借錢 我要借錢 我替銀行借錢 不會替你借錢 不會替我的粉絲們 和我的朋友借錢 有些人呢 就自認是我的朋友 好朋友 有些人去看過 之前有些粉絲 他不知道這個人是誰 都不時在我家裏出現 這樣在我家裏出現 幫我們做義工也好 做甚麼也好 有些人就以為 他是我的弟子 其實他不是我的弟子 先說清楚 他會利用我的關題 和你的關題 他會和你借錢 如果是這樣 每個人 會問親和你借錢 你就馬上去報警 因為早期有幾個人 都有這樣的事 利用我的名字 來借錢 那些人叫Irene 那些人 你要小心 和Sandy 借身 還有誰 Candy Candy 這些幾個人的名字 你要留意看 大家叫阿仔 那些人 你要小心 還有那個叫阿江 那些人 你要小心 這些幾個人 還有阿俊 這些人 還有這個 甚麼名字 有很多人的名字 我都不記得他們的名字 他們來過我的回所那裡 曾經幫助過 做過義工 有些粉絲來到我那處 看到他們 一時他們在那裡做移工 怎知道 他們趁機會 在我的粉絲那裡 下手 在你們的身上下手 就仔細說 師父要和你借錢 你不要和師父說 師父叫你不要和師父說 其實師父 我就沒有委託任何人 叫和你借錢 你們要記得 如果有這樣的情形 你們親自來問我 有沒有師父 有沒有這樣的事 你明白嗎 接著我就叫我的客人 你們去報警 去抓他 有些人 識事靈人 他就不愛去抓他 就知道了 即是說 穿了崩 穿了洞 穿煲了 原來不是師父叫的 原來是他自己的問題 還有一個叫做甚麼 那個叫做 Sandy 一個Sandy 她老公叫做甚麼名字 還有Karen 她的名字 你們要留意這些人 因為這些人 曾經在我們那裏 切出那麼轉 就扮 扮甚麼 扮懶熟 因為本來我不想說出來 但我不說出來 很多人都要受騙 因為我的名字太好用了 如果她說到是師父叫的 你最好問清楚 劉小姐 劉小姐是我親自 授權給她 處理我私人問題的事 還有工作上的事 你們可以問劉小姐 所以很多事 你們要注意一下 我不想你們 被人欺騙 你明白嗎 如果他們可以利用我的名字 幫你看風水 你就要注意了 也有些人 他就裝了東西 說他是師父 他會說到我一心都不值 他會說我很多壞話 他很厲害 他們好像製作一個故事 一集一集一集 你們不知道的人 聽到 噢!刺塵層 好像是 其實沒有這樣的事 最重要 明人不做暗示 最重要就是光明磊落做人 真根不怕你紅爐火 沒有偷偷鬼騙 我們甚麼都可以做 你說是不是 所以大家要警惕 要小心這個人 今天講到 我們講回正經的事 好不好 五月份又來了 半年了 年中了 很多人都想中標 這個五月份 這個是什麼生肆 帶來財運高的 是誰 橫財鬥 陸續來 但是 講明先 看看你自己 有沒有這樣的橫財命 這樣 頭一個生肆 是屬甚麼呢 是屬馬的 我做了功課的 我除了讀書 念經和你們 那個塔 這樣我都會幫你們 幫你們 即是說 除了通經 加持 希望你們好 這樣我都會做些 和你們聊聊天 因為一時我沒有空 我就沒有和大家聊天 我一有時間多少 我就和大家聊天 這樣 頭一個屬馬 就是橫財機會號局 屬馬的朋友 男女 我不是鼓勵你賭不賭錢 這事情不再講 我是說 即是說屬馬的朋友 在五月份 財運是亨通的 這樣你都是最幸運的 生肖之一個 機會很多陸續來 而且 財運 就跟著你來 那你拿不拿到財運 就看你 拿得到 我就恭喜你 拿不到 不要罵我 我是依書直說的 我知道我全部抄襲 在iPad那裏 電話那裏 我就慢慢和你們聊天 那你命中 又財星大黃 啊 現在來緊的了 靚的時機來緊的了 所以事業的方面 你做工都很快速 都會見到很多效果 如果你做生意 你會賺錢 工作場 貴人輔助 雲勢 慢慢一味黃 一味黃智利 可能一黃就是黃三個月頭 你明白嗎 就要看你自己了 如果是說 順利的來講到九月份 屬馬的朋友 九月份如果是黃了之後 再落到十二月份 即下半年都相當不錯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這樣屬馬的朋友 在求財賺錢方面 兩樣東西 橫財 偏財 即是投資方面 都有很大的收穫 雖然 投資方面有風險 但你自己要留意 要注意 你明白沒有 所以如果今年越來越多機會 就是在五月份 有很多機會 你真的要把握了 所以如果今年越來越多機會 就是在五月份 有很多機會 你真的要把握了 所以如果今年越來越多機會 所以賺錢容易賺錢 沒有 今年就比較容易賺錢 尤其是五月份 都很容易賺大錢 就要看你自己了 屬馬的人一直來 你的性格都很積極的 你很積極來講 對你來說 是有保障的 所以說 你就不要說媽媽夫夫了 淡淡定 有錢而已 所以加上你本身屬馬的人 做事很有特位 很有特位的意思 就是說 你做甚麼 很特出的意思 亦有這樣的能力 可以之時化乾歌為辱馬 不好的東西 你可以化為平靜 而且 如果你用運作來賺錢 你用你的頭腦 食物來講 你今年會賺很多錢 尤其是五月未來 你要把握了 所以說 你的特出 你的能力 你是有能力的 問題不大 所以 天時地利人禍 你只欠東風 東風就是我 我今天跟你講 我是提醒你 提點你 希望你拿到 拿到你應有的東西 而且未來的運氣 我是說今年到年尾 一帆風神 比較純利 你就要把握了 我給了提示給你 這樣 機會方面很多 你不要錯失機會 不是蘇州過後 無停答 所以要好好把握 中投票的機會很高 自己執生 買甚麼號碼好 六零六零 希望你拿到 美不美 OK 雖然說 橫財就會陸續來 雖然我是說陸續來 都要看你自己的才氣 個個都熟罵 時辰每一個都不一樣 有些人拿到 有些人拿不到 拿到就是恭喜你 拿不到也是開心 好不好 如果拿不到橫財 正財或生意方面賺到錢 都是不錯 好過橫財 對不對 所以說賺錢 今年裡面 你是很輕鬆的熟罵的朋友 執生 接下來是熟甚麼 第二個是猴子 我坦白說 都忍了很久 忍辱偷生很久 今年過了 過年都過了 現在五月 毫無人五月 這樣很多好的事情 都會發生在你身上 例如別人朋友生日 或者別人朋友抽獎 會送產品給你 因為他不愛 或者抽到一輛車 好像我有個客人 那天跟我聊天 這樣他用了我的貴孕符 抽獎抽到一輛車 這樣他沒用 他就賣了給他的朋友 然後朋友開過來給我看看 那輛是甚麼車來的 你記不記得 那輛 阿迪娃 好像是本地車來的 兩萬多元 兩萬多元 我不知道是甚麼車來的 白色的 他跟我分享 師傅 他見了你之後 用了貴孕符 抽獎抽到一輛車 這是事實 不是七彈炮的 你看看 我在你前面 不敢攀龍龍虎 粉絲跟我說甚麼 我就是說出來跟你分享 我聽到很開心 是嗎 是呀 用了你的貴孕符 抽獎抽到 這樣這件事是去的 這樣你們都不要執書 貴孕符你們記得用 因為好用 我會叫你們用 你們用 我有信心 你們如果心大心小 你怎樣用多少 都是沒有效果的 你對貴孕符 我有信心 如果你有信心的東西 一定會拿到你要的東西 橫財也好 醫病也好 貴人也好 人緣也好 甚至你心想事成 你要拿到那份工作 你都拿到 因為很多我的粉絲 我的粉絲們 全部都是有得到 沒有異常問題的東西 有些人 家人 有些人 老了 例如阿公阿婆 太公太婆 或者爸爸媽媽 有些人有病痛 他不想這麼快走 因為他有中癌症 或者中了其他 末期的癌症 還有其他的病痛 他用了我的貴孕符 但是受金 好轉很多 還將他的命延遲了幾個月頭 這件事可能是名不該處 我們所說的 所以說我們幫到多少 我們就幫 這些事實 我們跟大家去分享 所以說我一直來對我的貴孕符 是很有信心 我叫我的粉絲們 因為我做了四十三年 我已經叫他們用了三十幾年 以前科學沒那麼發達 我們通通訊 我們沒有這個 WeChat這些東西 網上是沒有的 我會叫他們 整箱整箱買過來 整包整包的 很多舊的客人 以前都是陸續買過來 給我加持開桿的 所以說很多人用得好用 那用得好用 那我就開個門市 即是說真的 給你們去採購 我希望你們用得很好 你明白嗎 你們用得好 是好事來的 那你們繼續用 有些人的難卡 腳難了 不要好 不要賣口 就用來掃了大壽金 好好用 真的賣口 他們很開心 所以你們要記得 那屬後的朋友 今年會大發橫財 這樣就要看你的了 不要經常掃那麼多 如果口掃到不停 財運就會走 要記著 這樣你最重要 運氣不好 你盡量拿些桂印符 來掃你的額頭 拿九張 一下 兩下 三下 四下 五下 再掃多個頭幾下去 可以化下去 或者可以直接扔到流失桶 就搞定了 所以如果 你熟猴子的朋友 五月是事雷運轉 我先想讓你知道 所以你要把握機會 機會很多 是看你自己怎樣去拿 怎樣去把握 我給你提示 我事業和財運 可以說 不斷的上漲 一味來好的東西 所以要把握 到年尾 不只是五月份 你要看 是八月九月有多少挫折 你可以用芒果葉 用五塊芒果葉來沖 不用 猴子就要 猴子的號碼是 1122 我希望你拿到 OK 這樣 誓不可當 機會很多 你就要把握 明白 這樣財富 好像火山 爆發 看你拿不拿到 如果沒有財運拿 就拿正財 如果正財拿到 或者其他機會來 就明白 貴人都陸續來 你就要把握 不一定要靠橫財 但是你不要疏忽了 正財 甚至乎是機會 就陸續在你眼前出現 你可以吐氣揚眉 你明白嗎 人貌橫財不負 所以說 很多東西 除了你不賭錢 或者賭錢也好 總之機會工作的方面 和生意的方面 很多陸續來 你就要把握 自己要握緊的 目標的方向感 就是這樣 以前的運氣都是一般的 你知道熟後的朋友 你說你不好又不是 你說你好又不是 不上又不下 我們說還好 過了 過了這個五月 你的事就好 今天幾多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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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十八日 今天十八日 機會來 開箭 所以你有很多東西 賺錢的機會 和意外的橫財都會陸續來 所以你自己要把握 到時你荷包 拿到麽補布帳 還要拿到麽錶 記得請我喝那邊 記得 但你們會享受人生附近的生活 有機會過一下浮 轉個雲回來 南下 不是北上 馬六甲 是你們的轉雲集 所以說熟後的朋友 落馬六甲轉一轉回來 每次我都叫你們去轉雲 好多粉絲都是悶載如歸 這件事已經成了定局 這個是成了事實 就好像上一次 我叫你們去大海許願 你不是每一年都在大海許願 可以的 不可以的 是有分的 所以你們不要擁抱豐叔 所以你們好好享受你們的人生 榮樓富貴等著你 看你能不能夠 看你職業 工作 或者是投資 就要看你自己 橫財的東西 又有又開心 沒有就歡喜 好不好 再來一個 是什麼生肖 是不是很緊張 你聽到呢 行運 運氣陸續來 是屬牛 牛的號碼是1003 看你們拿不拿到 牛是很勤勵的 一直來都很勤勵 你有一個複名 第二 你一直來都是默默無文 無名的 一直來都是平平硬硬過 因為你做人很低調 一時的事你就很高調 所以做事的事 就要看情形 看風 要行船 屬牛的朋友 五月 開始 因為我遲了講 這個視頻 五月頭 你都已經開始 好的東西陸續來了 你要把握狀了 這樣會有意外的收穫 橫財 生意 偏門 你們賺錢 以及偏財 你們都會賺到錢 這樣你們大發橫財的機會很高 非常之高 而且 時來運轉 是落在你的手 所以你們這幾個爭竅來講 在五月份開始 講到財運的東西都適合你們了 不理正財、橫財、偏財 都是到你們的手 你明白嗎 所以你們 梅力梅法黨 哎呀 覺得梅力 我突然不怕 我嚇到一跳 你知不知道這兩天 有一個小客人 可能他的頭腦 應該有一點點 有問題 不好意思 我這樣講 他每天都有過來我的回所 他在騷擾我 剛才我叫警察叔叔來 他每天坐在我門口 嚇到我一跳 你明白嗎 聽家人說 他是有吃藥的 可能是有瘋症 我也是擔心他 我希望你家人 就要留意大替醫生 吃藥 因為我是聽警察叔叔說 他沒有吃藥的 但是他的藥瓶 給警察叔叔看 他吃藥 他想得多 嚇到一跳 所以說你們要記得 一時工作上壓力 可能就是 壓力 令到他本身想不通 他走來求助我 我早期都見過他 我都問他有甚麼事 他又不出聲 他又不說 他說很多事煩 他這樣說 世事的事 很多人都是煩惱 沒有那麼多 看了 開就看了 所以說 如果有瘋症 又有其他因素 最好看醫生 不要讓自己有壓力 好不好 要不然拿貴人符掃一掃去 化解一下 我們叫做 恩親仔主 明白嗎 我們說回來 牛的朋友 在五月份 六月份 都很高機會 正財、橫財、偏財 都很多 而且 好運的機會 已經來臨了 那就看你自己 不過不要做擔保人 千萬不要聊時鬥飛 不關自己事 不要多嘴 財運他會走 不關你的事 不要說那麼多 要自己聰明一點 記得 因為 一開口 一下不小心說錯了 財又破了 要小心 熟牛的朋友 熟牛的朋友 都一樣 要記住 這樣 今年你 做甚麼事都好 有這個天貴星來 這個天貴的星 是幫助你很大的 你明白嗎 所以說 你的貴人 在你身邊 才出運轉 你就要把握了 而且 事事都很順利 這樣 雲勢財運的方面 就好到 差不多爆棚了 爆棚不一定要橫財 靜財 生意 做生意 還有機會很多來爆棚 所以你記得 有空吃燒肉 不要問我做甚麼 叫你吃燒肉 一定有我的意思 你吃了 你就會很開心 一塊都算 這樣 你們 會很多 受到 天星的祝福你 就是 拉攏到很多貴人的星 已經星座幫助到你 所以 出現 即如說 天馬行空 所以 你自己要小心 我留意 我們說 事類運主 這樣貴人 你在貴人那裏 你會得到 很多 資訊和訊息 甚至賺錢的機會 很多都會出現 在你的眼前 就要看你自己怎樣拿 要賺你的錢 拿到你的錢 這樣 投標方面 有機會 自己看 所以你們的生活 經過這個五月 可能會提升很多 改變很多 那就要看你自己怎樣做 很多喜訊 好事 都會在你的前面 等著你去拿 等著你去做 但是 不可以做煩發事 做煩發事 一下就玩完了 不行 所以 你保持 心平氣和的心態 好運 就在你眼前 所以大家要記得 所以 熟牛的朋友 你要賺把握時機 熟猴的朋友 熟猛的朋友 好運陸續 就要看你們自己 好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為止 不如你們記得 市面上 剛才我所說過 有個女人 即是說 我還未拿到她的照片出來給大家看 小心這個人 在二保一帶 利用我名 當是我的師姐 你無充 你不騙我的粉絲 騙我的粉絲們 所以你們要記得 如果有人跟你借錢 如果是金龍王跟你借錢 你不要相信 你先聞清楚我 因為我不會幫你們借錢 我是幫銀行借錢的 我買房子 買車 我就幫銀行借錢 所以大家要記得 無貴上了 那些小人的當 不過那些人 去騙你 他有報應 這件事 遲早的 好了 不說這麽多了 後會有期 希望你們行好運 拜拜